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今年五岁 是双胞胎 长得一模一样 别提多可爱了 赵洁正在换衣服 想着等下去陪陪孩子 和他们聊聊今天在幼儿园发生的去世 突然 传来孩子尖利的哭声 他被吓了一跳 赶紧冲出去跑进孩子的房间 姐姐可心被大姑姐的儿子诚诚揪着小辫子 头尽量歪在一边 疼得大声哭着 妹妹可疑使劲拍打着澄澄 而她妹妹莺莺又在打可疑 四个孩子打成一团 她生气了 澄澄已经八岁 是个大孩子 怎么能这么打比她小的妹妹呢 她过去拉开澄澄和莺莺 把两个女儿护在怀里 澄澄和莺莺直接坐在地上哭 喊着她欺负他们 她觉得真是电视剧看多了 婆婆和大姑姐走进来 大姑姐沈秀愤怒地说 赵洁 你在干什么 你这么大的人 怎么能打孩子呢 婆婆也皱眉说 小洁 小孩子打打闹闹很正常 我们当大人的 怎么能掌和进去呢 她冷冷看着他们 说 我可没打他们 我只是把他们拉开 我就想不通了 澄澄这么大的孩子 揪着可欣的头发干什么 莺莺也七岁了吧 他们比可欣可疑大这么多 好意思欺负他们吗 呵呵 还打大闹闹 这话也好意思说出口 可欣摸着自己的头 不停地哭着 可欣大声说 妈妈 她们要抢我们的电话手表 说是奶奶说的 要给他们 赵洁皱眉看着婆婆 说 妈 到底怎么回事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说 沈秀不耐烦地说 这有什么 他们是表兄妹 可心可疑还这么小 根本用不着电话手表 还不如给澄澄和英英呢 赵洁生气了 说 呵呵 这话说得真好听 我买给我女儿的东西 凭什么就要给你的孩子 真是好笑 不好好教育自己的孩子 这还想抢抢吗 婆婆老软说 小洁都是一家人 说话别这么难听 都是孩子 她直接打断 说 妈 大洁有自己的家 天天待在我家干什么 还不如好好找个工作 也比这么晃着强 你说呢 沈秀被气着了 说 赵洁 你这是什么意思 你这是嫌弃我 带着孩子来家里 哼 这是我弟弟的家 我妈妈住这儿 我想来就来 你管不着 赵洁 呵呵 那你去问问沈雷 这到底是谁的房子 她直接说 大姐 天也不早了 你带着孩子们回去吧 他们还要写作业 学习重要 以后不要天天来了 她又说 妈 如果你想大姐了 直接去她家住几天 我喜欢安静 不想家里再这么吵 老软瞪大眼 说 小洁 你这是在赶我走 我给你带了两年孩子 还在家里做饭 打扫卫生 你真是太没良心了 赵洁是真的生气了 听婆婆这么说 也没有再客气 说 妈 两个孩子都要上幼儿园了 你非要来照顾他们 其实我自己就可以接送 不需要你这么辛苦的 妈 至于说做饭 大姐每天带着两个孩子过来 他们一会儿要吃这个 一会儿要吃那个 你到底是在给谁做呢 呵呵 妈 我已经做得够好了 至少我还收拾餐桌 洗碗筷收拾厨房 大姐可是真舒服 吃的时候最积极 吃完饭就坐着看电视 呵呵 真幸福 老软委屈地说 小洁 秀秀可是你大姐 她一个人带两个孩子不容易 反正就是加三双筷子 没等她说完 赵洁直接说 妈 所以你不要说是给我做饭 而且你既然觉得大姐不容易 直接去帮帮她吧 正好她也有时间找份工作 不要天天往我家跑了 可心的头发都被揪下来很多 赵洁特别心疼 沈维回来了 看他们这样 不由奇怪地问 小洁 妈 你们这是怎么了 可心跑过去 把她的头伸给沈维看 哭着说 爸爸 哥哥坏 他打我 就我的头发 想抢我的电话手表 沈维抱起女儿 看澄澄满眼愤恨地盯着他们 心里一阵不舒服 沈秀冷哼一声 说 维维 你媳妇骂我和妈呢 觉得我在你家吃闲饭 还要赶妈妈走 她把儿子和女儿拉过来 说 维维 他们可是你亲外甥和外甥女 他们不过是和你两个女儿玩 也被赵洁打了一顿 唉 澄澄突然大声喊着说 外婆说了 手表就是我们的 我凭什么不能拿 是她不对 不给我 我就要打死她 沈维看了眼妈妈 老软皱眉说 维维 澄澄和英英都上小学了 他们更需要电话手表 可惜两姐妹才上幼儿园 带个手表 带个手表干什么 你说是不是 沈维 妈 那是小姐给两个孩子买的 如果澄澄他们需要 让他们爸妈买 也没有让孩子抢的道理吧 澄澄 你是哥哥 是大孩子了 要讲道理 对不对 澄澄才不听 大声说 我不管 我就要这个电话手表 你们都欺负我 呜呜 英英小声说 舅舅 哥哥班上的同学嘲笑他 说他没有手表 都不和他玩 沈维叹口气 看着沈秀 说 姐 这些事情你知道吗 两个孩子都上学了 你有时间找个工作 有工资 也不至于给孩子 买不起个电话手表吧 沈绣有些难堪 说 他没跟我说 我哪里知道啊 沈维 你是不是也看不起我 觉得我嫁得不好 也没工作 就给你丢脸了 他突然哭了 说 呜呜 我知道是我没用 可我们是一家人 我怎么也没想到 连我的亲弟弟都这么对我 呜呜 赵杰突然说 沈维 我觉得你们一家人出去谈吧 别在我家哭哭闹闹的 整天演戏 你们不累 我还不想看呢 他又说 沈维 我觉得还是让妈去帮大姐 以后 我自己接送两个孩子 不辛苦妈了 沈维看了他一眼 说 小杰 你先别生气 我想妈也不是故意的 他肯定是听见澄澄的事 可怜孩子才会那么说的 赵杰笑了笑 说 嗯 可能是吧 可我不喜欢这样 我也不想家里整天这么多人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 那你也和他们一起走吧 沈维簇说 赵杰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赵杰叹口气 说 没什么意思 我就是不想这么过下去了 整整两年 你大姐天天带着两个孩子来家里 他们欺负可心可疑 也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他们要孩子的画本 那次是要孩子的乐高 现在竟然直接抢电话手表 沈维 我受够了 我觉得自己都成忍者神规了 我凭什么要这么委屈我的孩子 而你又凭什么要我一直忍着 他们来家里吃饭 没给过一分钱 还整天挑三拣四 更是躺着什么都不做 家里跟个广场似的 太闹腾了 沈维 我累了 我的耐心也已经到了极限 你们不管想说什么 都回你们家去说吧 老软冷哼一声 说 哼 真是奇怪 这是我儿子的家 就是我的家 我女儿和外孙来我家吃饭 你有什么不乐意的 我知道 沈维每月给四千家 用 你不乐意 可他挣的钱 买菜做饭 用的是他的钱 你凭什么有意见 哼 你也不看看家里这么多人 这点钱够吗 还不是我每月补贴的 哎 我是又花钱又费力 最后还没得个什么好 我这都是为了谁呀 赵杰 嗯 确实辛苦你了 不过现在不用了 你回家去享福吧 老软 我不走 这是我家 我女儿就是要来家里吃饭 你看不惯 你可以自己走 赵杰 哎 原来你们是这么想的 真让人伤心啊 沈维 你现在说说 这是谁的房子 我自己的房子里 竟然要被人赶走 真是人善被人欺呀 他拉下脸 说 如果还想留点面子 那你们自己离开 不然我就报警 可欣也走过来 贴在他身边 两个孩子看着有些怕 让他觉得自己真是失败 他早该这么做了 沈维 妈 你别闹了 这房子是赵杰的 我们先出去再说吧 老软瞪了他一眼 说 维维 你怎么这么傻呀 他都和你结婚了 那这就是你的房子 是我们的家 维维 你可不能犯傻 他就算报警 又能怎么样 警察也要讲理呀 赵杰都被气笑了 他见过贪心的 还没见过这么贪心的 这是看他家里没人 没人给他做主是吧 他点了点头 说 沈维 我再问一次 你们走还是不走 沈绣 哼 生了两个丫头骗子 还不愿意生二胎 你还在这嘚瑟什么 我告诉你 别说这丫头的电话手表 就是这房子 以后都是成成的 赵杰 我实话告诉你 我已经离婚了 成成现在的名字 是沈成岩 以后家里所有的东西 都是他的 沈维大声喊 姐 你胡说什么 沈秀 维维 我可没胡说 你没有儿子 成成姓沈 妈都说了 以后我们沈家就靠他了 沈维觉得已经乱套了 再这么下去 他这个家也要散了 他冷声说 妈 姐 你们走吧 以后不要再来我家 我就算没有儿子 可也还有两个女儿 我有他们就够了 姐 我是看你带两个孩子辛苦 可你们太过分了 我真没想到 你们这是在等我的财产呢 呵呵 你们不觉得太早了吗 我今年也才33岁啊 老软 维维 可不管怎么样 你也会老 以后没儿子 你可怎么办 谁会管你 你姐让澄澄姓沈 那他就是你的儿子 你以后一定要对他好点 这样你老了 才能有个依靠 沈维看着自己的妈妈 觉得无比陌生 她真的很寒心 很失落 她说 妈 我不需要 是谁的儿子谁去养 我没有养别人儿子的习惯 妈 你和姐都走吧 我真没想到 你们竟然会这么想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她没有在等妈妈说什么 直接到了妈妈屋里 拿出一个包 收拾她常用的东西 她提着包走出来 说 妈 走吧 我送你回去 还是你想去大姐家 沈绣哭丧着脸 说 沈维 我和妈才是你亲人 你怎么亲叔不分啊 沈维 我现在没工作 你把妈赶出去 以后我到哪儿吃饭 你也太狠心了吧 沈维直接打开门 说 妈 姐 你们走吧 还有两个孩子 看着呢 别真的撕破脸 诚诚狠狠瞪着她 说 你这么对我 等你老了 别想着我会养你 赵姐很吃惊 实在没想到 一个八岁的孩子 竟然能说出这种话 看来这话她妈妈 经常当着她的面说 她才会记得这么清楚吧 沈维 诚诚 这几年你需要什么东西 都是我给你买的 你也八岁了 一点都不感激吗 诚诚 你对我好 是应该的 你这么做 都是为了你自己 真正对我好的 只有我妈妈 沈维 嗯 你说得对 那以后跟着你妈妈 好好生活 老软看沈维来真的 觉得很难堪 大声说 沈维 你真的要赶我走 你这么做 就不怕别人指着你鼻子 骂你不笑吗 沈维 做人要有良心 你还是个老师呢 这么做 岂不是成了白眼狼 沈维 妈 这房子是赵捷的 不是我的 这些年是我错了 是我纵容了你们 委屈了他和两个孩子 是我对不起他们 他难过地说 妈 如果你以后 还想我叫你一声妈 还想着过年过节 我能去看看你 现在赶紧走吧 沈绣 沈维 那你以后 每月给妈三千 我们立马就走 妈住在 我租的房子里 你有空就过来 让妈 给你做好吃的 沈维 不用了 我也没这么多钱 妈一个月 有退休金 够她生活了 姐 与其还想着 让妈养你 养你两个孩子 不如你出去 找个工作 俗话说得好 靠人不如靠己 他们又挣扎了好一会儿 才不情不愿地离开 家里突然变得 静悄悄的 可疑低声说 妈妈 我饿了 赵捷笑着问 可疑 可欣 你们想吃什么 妈妈带你们出去吃 可欣眼睛都哭肿了 可听到好吃的 立马开心地说 妈妈 妈妈 去吃麦当劳 我们要吃麦当劳 她说 好 走 妈妈给你们洗脸 然后 我们去吃麦当劳 沈维说 小杰 你去换衣服 我去给他们洗脸 赵捷看了她一眼 也没说什么 她穿的家居服 确实要换件衣服 洗脸的时候 可欣嘟着小嘴说 爸爸 以后他们还会来吗 我不喜欢他们 每次都抢我们的东西 沈维笑着说 不会 以后家里只有我们一家人 爸爸 妈妈 可欣和可疑 开不开心 可欣和可疑高兴地欢呼 沈维更加觉得惭愧 有些是真的不能心软 不能放纵 更加不能当自己看不见 吃饭的时候 两个女儿特别兴奋 这两年 家里总是有很多人 他们一家很久 没在外面吃饭了 不然婆婆就要不高兴 赵捷斜撇了 她一眼说 沈维 你看看两个女儿 她们本来应该开开心心长大 可因为你 她们受了很多委屈 哎 我也有错 是我这个妈妈没当好 我亏欠了她们 不过以后绝对不会了 沈维 我告诉你 以后你想怎么和她们相处 我不管 可我和两个孩子 绝对不想再和她们有一点点接触 沈维喝了一口冰可乐说 我知道了 我过年过节去看看我妈 等她岁数大了 给她点养老钱 其他的我也做不到了 她说 小杰 你放心 我只想和你 还有两个女儿好好过日子 不会再资助她们的 她苦笑着说 小杰 以后发工资 我立马转给你 家里的钱怎么花都听你的 你给我发零花钱就行 她有些伤心 这两年看姐姐母子三人可怜 她还时不时给她们些钱 有时候一千 有时两千 还给两个孩子买东西 她以为自己做得够多了 可最后得到的竟然是恨意 真是可笑啊 赵杰看了眼两个孩子说 沈维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 我不想两个孩子没有爸爸 可这也是最后一次 你最好想清楚 沈维 你知道我的性格 我忍着他们 是把他们当家人 可既然原本就不是 那就分得清清楚楚 我不喜欢拖泥带水 而一旦我真的做了决定 你后悔都没用 沈维 我知道 我不会犯傻的 我真没想到 我真心对他们好 可他们一直在惦记我的东西 我才三十三岁啊 你说他们怎么会这样呢 赵杰也觉得挺可笑 觉得没办法理解 他们一个是他的妈妈 一个是他的姐姐 怎么会有这么好笑的想法呢 她突然认真地看着她 说 沈维 你最好去打听打听 你不会不是亲生的吧 沈维摇摇头说 不管是不是亲生的 他们都伤透了我的心 我以后只想和你 还有两个孩子 好好过日子 赵杰 好吧 给你个机会 你最好好好珍惜 一家人吃完饭 去广场上开心地玩 两个孩子欢呼着 奔跑着 下面请听另一则故事 沈云又在家族群里发了一张自拍照 自拍的角度恰到好处 拍出了她身上穿着的洁白婚纱 也拍出了那只戴红痕往外冒血的手腕 以及婚纱染血的一角 苍白的脸上挂着两点眼泪 显得十分可怜 人物信息显示充分了 还不忘强调背景信息 我举办婚礼酒店对面楼层的硕大广告牌 被她刻意拍了进去 姐姐在那个酒店顶楼 我们快去救她 战程还不算蠢 放大照片指着广告牌大喊 我爸妈眼泪都来不及擦 拽着我弟就往外跑 他们好像忘了 今天的主角应该是我 裴琪带着的婚车队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 我的脸火辣辣的 头皮也刺痛刺痛的 我妈下手真的很重 好像只有詹云是她亲生的 也对 她向来天爱詹云 对我只不过偶尔流露少许母爱 或许那少许也是我的自我安慰 我本来就是个不被欢迎的孩子啊 今天早上 詹云突然提出去帮我取婚纱 我有些讶异 但还是答应了 没想到她的确是取了婚纱 不过是给她自己穿的 有时候 有些事真的很好笑 她跟裴琪才认识几天呢 怎么就到了 为了裴琪要死要活的程度呢 我用力地抹着眼泪 眼神逐渐坚定 从小到大 我的东西只要詹云说喜欢 我就得让 衣服鞋子 吃得用的 让就让了 但裴琪 是我用尽全力喜欢的人 凭什么让 就算詹云今天死了 我也不让 更何况 只要不瞎 都能看出来 詹云在作戏 她就是打小抢我的东西 抢上瘾了 现在开始抢我男人了 我赶紧拨通裴琪的电话 我的婚礼 只要裴琪和我到场就好了 至于我的家人 哼 来不来无所谓 喂 陈牙你快过来参加你姐的婚礼 裴琪已经到了 是我妈的声音 裴琪呢 怎么是我妈接的电话 一颗心跳的飞快 难道那些姐姐抢妹妹男人 抢成功的戏码 真的要在我身上重演吗 我第一次见裴琪爸妈的时候 她爸妈欢喜得不得了 各给我转了9999的红包 我受宠若惊 截图发家族群里分享 结果 詹云在群里连发了几条信息 上赶着当人家媳妇 好继承烧烤摊老板娘的位置是吧 陈牙 你真是丢尽了詹家的脸 瞧你那没见过世面的样 才一万多块钱 就把你打发了 你还好意思发出来炫耀 农村长大的孩子就是小家子气 既然给了就收着吧 毕竟你眼巴巴跑去见人父母换来的 对了 弟弟最近想换电脑 要不给他买电脑吧 还不快谢谢你二姐 我弟立马应贺 谢谢二姐 我看着家族群等了好久 都没等来我爸妈替我说句话 眼睛热热的 我却突然咧嘴笑了 笑自己可怜 笑自己傻 可怜没有被人这么热烈欢迎过 所以受宠若惊 傻得竟然会觉得 家人会因为我被欢迎而感到喜悦 会因为我开心而开心 左手一暖 裴其紧握住我的手 眼里满是心疼 那些信息他都看见了 他揉了揉我的头发 不是打发 是欢迎也欢喜 他们不太会表达 只能用这种直接的方式表达喜悦 可能有些俗气 但对你是真心喜欢 八个九呢 估计是想我们长长久久几辈子吧 哈哈 我突然不难受了 也莫名的一瞬间更加决定 这辈子非裴其不嫁 就算我爸妈极力反对 觉得裴其家里情况配不上我们家 我也要嫁 好不好不是他们说了算的 我也不知道他们哪来的自信 不过就是公职人员身份 有铁饭碗 怎么就看不起人家了 结果当我带着一身军装的裴其回家后 原本一直嫌弃裴其家 在乡下的詹云瞬间变了嘴脸 连带着我爸妈态度也180度大转变 我满心以为是他们见到裴其本人 从一些为人处事以及谈吐中 发现了裴其的好 后来我才知道是詹云看上了裴其 她甚至要求爸妈来做说课 让我放弃裴其另觅良缘 我妈当时说的话更好笑 老大都没谈婚论嫁 你一个老二就嫁出去了 你让你姐的脸往哪搁呀 你姐眼见而向来高 好不容易看上了她 不过就是个男人 凭你那狐妹子的本事 上哪儿不能找一大堆 小雅 听话呀 你姐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要是不依着她 到时候她又是寻死觅活的 没准闹得拟婚都结不成 妈劝你别弄得大家都不愉快 听话呀 我爸也跟着附和 面上一副慈父的样子 温和地拍着我的肩膀 嘴里却说着最扎人心的话 云云比你漂亮 配裴其那个帅小伙正好 你这个长相 跟裴其那样的人在一起 是拴不住他心的 爸爸是过来人 爸爸明白的 免得你日后伤心 还是早断了孽缘的好 我当时看着我爸妈 一唱一和的模样 想笑又笑不出来 只记得我嘲讽地问了句 所以您觉得 我应该配什么样的人呢 小贾就挺好呀 比你大十岁 人成熟稳重 又老实真诚 你还不用怕他有花花肠子 过日子 就是要找这样的人 细水长流才是 是啊 小贾比我还矮一个头 头顶上几根毛 数都数得过来 五官各长各的 这样的人 当然不会有花花肠子 眼泪不受控制地往下掉 我不明白 为什么同样是他们的女儿 占云就该被宠着捧着 配得上所有美好的东西 而我就应该烂在泥里呢 一开始是他们觉得 陪其一个乡下小伙子 配不上我们家 现在只因为占云喜欢 他们就理所当然地觉得 我配不上陪其了 就为了让我觉得 自己配不上陪其 占云才是陪其的良配 那天晚上 他们贬损了我几个小时 从长相身高到性格 最后又拿我小时候 在农村长大说时 一口一个农村娃上部的台面 必不得交养着 长大多才多艺的占云 那一幕幕 真是荒诞又可笑 我为什么在农村长大 他们不知道吗 因为他们为了生儿子 毫不留情地抛弃了我 可我的眼泪 还是止不住地往外掉 人真的是很奇怪 被贬损久了 也真的会自卑 会觉得 自己就是那样的不配 我甚至愚蠢独生出 真要跟陪其分手的念头 为了躲她 我甚至跑到了 乡下外婆家闭门不出 喜欢的 要自己去争取 不管别人说什么 外婆那天说的话 一下子点醒了我 我真的不管不顾 再次坚定地选择了陪其 豁出命去 都要嫁给她 只是 我从来都不确定 陪其是不是 也会像我一样 坚定地选择我 去酒店的路上 我脑子里充斥着 那天晚上 爸妈对我的贬损 心里愈发地慌 我承认 詹芸的确比我长得漂亮 身材也比我好 原本跟陪其在一起 我就有些不自信 看着手机上 詹芸发过来的她 穿着婚纱的美照 我更加不自信了 要知道 那婚纱 我得吸气憋气 才能穿得下 穿得好看 她轻松就套进去了 那小蛮腰 看得我眼直 我突然幻想着 这条路 要是能一直开下去 开不到尽头就好了 那我是不是就不用面对酒店里糟糕的一切 不面对就不会伤心了 对 我懦弱 我是胆小鬼 叮叮叮 手机响了 裴奇打过来的 我平住呼吸 不敢说话 陈雅 你到底在搞什么 能不能快一点 过来参加我的婚礼 裴奇好像很生气 最后一句话是一个字一个字 咬着牙往外蹦的 但我听得很清楚 她说的是过来参加我的婚礼 不是 老婆 你在哪 我过去接你 要迟到了 我眼前一黑 差点昏过去 所以 答案是定了吗 我和裴奇是高中同学 本来相约一起上大学的 结果 高考后我去了大学 她却当兵去了 我记得陪其走的那天 下了好大的雨 我答应去送她 却被我姐扔过来的一堆衣服 拦住了脚步 万年老二 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詹芸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脏活累活都扔给我 看我急着出门 又搬出我妈来拦我 妈 你知道的 我对那些洗涤剂过敏的 一洗手就脱皮 想让老二帮忙洗一下 她就扭扭捏捏 陈雅 你洗几件衣服 会死是不是啊 下那么大雨 拿着伞死哪去啊 快去洗 对了 去你地方间看一下 有没有脏衣服 等我洗完衣服 赶到约定的地点 陈琪已经走了 后来三年我都没有她的消息 发信息她也不回 我想她肯定因为我没去送她生气了 直到那天我生日 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喂 大学生活是你憧憬的那样吗 对了 你发的信息我回完了 你看看有没有漏回的 熟悉的声音 我的眼泪瞬间滑落 打开QQ微信 我的每一条信息 她都有回复 弄丢了三年的人 又回到了我身边 那晚 我按捺不住激动 把埋在心底的话说了出来 我 我喜欢你 那投笑的脾气 这话可不幸胡说 说了是要对我负责一辈子的 陈雅 你惨了 你要被我赖一辈子了 后来她真的赖上我了 训练结束 拿到手机后 就跟我视频通话 第一次视频 我紧张得要死 把手机摄像头对准天花板 扔了锯 等我十分钟 然后趴挂断 就立马拿着洗面奶 牙刷牙膏 换洗衣服 跑去浴室了 是的 有些离谱 为了美美地出现在 裴琪面前 我去刷牙洗脸洗澡 换了自以为好看的衣服 还快速化了个妆 等我气喘吁吁打视频过去的时候 裴琪的休息时间结束了 那天晚上 我躲在被子里哭了一夜 我动作太慢了 说好十分钟 结果花了半小时 她肯定以为 我拒绝了她的视频通话 裴琪不会再找我了 我想着要不要打视频给她 但是我不敢 我不知道部队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我怕打扰到她 我就这么哭着睡着了 早上 一睁眼我就看到手机上裴琪发来的信息 昨天晚上 我突然视频 是不是打扰到你了 今晚九点 方便视频通话吗 好久不见 甚是想念 我又惊又喜 看到最后那句脸涮 一下子红透了 回消息的时候 双手都是抖的 我打方便 又觉得太冷漠 删掉 我打好啊 我等你 又觉得自己太主动 会不会让裴琪感官不好 删掉 思来想去 手抖回了个按 那天 我把自己收拾得漂漂亮亮的 明明知道约好了九点 却还是随时待命的样子 九点 手机响了 呦 呆雅 好久不见 哦 错了 现在应该说 女朋友 好久不见 我宣布 裴琪即日起 正式成为 陈雅的合法男朋友 哈哈 我脑子嗡嗡的 双眼直勾勾盯着 屏幕上的人 裴琪还是那么能言善辩 乐观开朗 只是好像黑了一点 五官更硬朗了些 少了些脾气 多了些浩然正气 但依旧好看得紧 那天视频 裴琪滔滔不绝 分享自己这些年的趣事 自己的成长 以及埋在心底的 对我的那份心思 她说最苦最难的时候 想想我就撑过来了 这是我听过的 最甜的情话 我们真的成了情侣 大学时 每天最快乐的时光 就是跟她视频 有时候什么都不说 就这么陪着对方 偶尔抬头看看 相视一笑 后来我工作了 她还在部队 想她了 一张车票不远千里去见她 有时候等到她放长假 她会大包小包地提着行李 来到我工作的城市陪我 送我上班 接我下班 把我们的小窝打扫得干净 布置得温馨 会给我做好吃的饭菜 手把手教我叠豆腐块 教我打军体拳 拉着我的手去电影院 在摩天轮上亲吻 在海边相拥 沿林间小道散步 我的生日 她会提前订好花 订好蛋糕 送上精心挑选的礼物 每天倒计时 距离来见我 还有多少天 每天都会发信息 告诉我 那天她有多想我 可是现在 想到这些 眼泪越流越凶 打开手机和 沾云的对话框 结婚前一个月 沾云就按戳戳告诉我 我配不上裴琪 迟早有一天 她会抢走裴琪 因为爸妈和她的贬损 我开始对自己不自信 跑去了外婆家 但想通后 我对他们的言语 不再惧怕 直到那天 她发来她和 裴琪私底下聊天的记录 还有一些 他们在一起的照片 我开始心慌了 但还是假装不在意 说服自己 不去问不去查 一定要相信裴琪 至少裴琪 还在热情地 准备着我们的婚礼 直到婚礼前三天 裴琪突然说 思考清楚一些事情 我再一次慌了 慌得连取婚纱这种事情 都能交给沾云去办 可现在好像也不重要了 我不明白 她说好要赖我一辈子的 难道要说话不算数了吗 婚礼上 裴琪的脸黑得吓人 见我进来 双眼直勾勾盯着我 恨不得咬死我似的 还未等我走过去 她就暴冲过来 抓着我的肩膀怒吼 我以为她要像爸妈一样 斥责我 问我为什么 对詹云那么狠 或是那些小说 狗血男主一样 质问我 为什么参加姐姐的婚礼 还跑那么慢 就这么不想姐姐幸福吗 结果她吼着 让什么让 老子是东西吗 你说让就让 还有 你自卑什么 真是美而不自知 呆呀 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 用力弹了一下我的头 我还没反应过来 迎面而来的 便是裴琪的热吻 只吻得我两眼发黑 她才放过我 我还是猛猛地看着她 可是她让我来参加 她的婚礼呀 是参加 你是新娘子 你不参加 老子跟捧花结婚 还是跟戒指结婚 陈雅 你这辈子都跑不脱 我的手心 我愣愣地看着她 眼泪扑速速往下掉 但整个人还是猛的 是不是我走错片场了 那些狗血剧情呢 我爸妈呢 詹云 湛成呢 怎么不闹腾了 我环顾四周 终于看到了 他们四个人的身影 只不过 他们竟然乖乖地坐着 脸上扯着难看的微笑 我爸和我妈 一人一手用力拉着詹云 不让她动弹 紧挨着他们坐着的 还有那个小甲 她脸上的笑容更加灿烂 还不时看向詹云 真是奇了怪了 我一脸茫然 发生了什么 裴奇是怎么办到 让他们这么乖的 还来不及问 我就被人拽下去 换上了洁白的婚纱 这件 是我当初放弃的 另一件婚纱 挑婚纱的时候 詹云也在 她一个劲地说 我不适合这件 适合此时 她身上穿的那件 向来没主意 耳根子软得 我听了她的话 没想到 那件婚纱 是她替自己挑的 让我更没想到的是 这件更适合我的 我喜欢却放弃了的 裴奇又把她送到了我面前 我脑子还是猛的 看着一脸深情的裴奇 有好多话要问 还未出口 却听见坑枪有力 又深情坚定的我愿意 快给老子说你愿意 不然我今晚咬死你 又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字眼 我赶紧接上 老子说你愿意 不是不是 是我愿意 一阵接吧 我又哭了 倒是裴奇笑得开心 抱着我狠狠巴唧了几口 像个大魔王 她拿着婚戒 一脸认真又用力地给我戴上 好像希望用她套牢我一辈子 她俯身在我耳边说 喜欢的就要自己去争取 不管别人怎么说 以后有我在你身后 你尽可向自己喜爱的大胆伸手 把不喜的一脚踹走 害得我哭花了妆 要不是她事先安排了化妆师跟装 那婚礼摄影拍出来 可实在丑 坐着婚车去新房的路上 我缠着裴奇告诉我 她是怎么解决了 那些麻烦似的 听完后 不得不竖起大拇指 再一声 高 实在是高 原来裴奇和瞻云之间 还有那么多我不晓得的过节 第一次带裴奇回家的时候 瞻云就以长姐的身份 添加了裴奇的微信 加完之后 她各种打着为我好的名义 频繁发信息给裴奇 骚扰裴奇 甚至还在我俩看电影约会的时候 打电话骚扰她 我记得很清楚 有那么几次裴奇跟我看电影 看到一半 起身接个电话 然后发来有急事的信息 直到电影结束 我独自出来 才看到在外面等着的她 等我问是什么急事的时候 她总是含糊其词 原来都是瞻云没事找事 一会儿说自己出车祸了 一会儿又说自己扭到脚了 裴奇本来不想理的 但奈何瞻云每次都能在我们附近 只要裴奇不回复她 她就喊着要打我电话 喊我去接她 裴奇知道我的性子软 总被家里拿捏着 不想我忧心这些 就默默地把事情都解决了 可没想到 瞻云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竟然觉得裴奇之所以随叫随到 那是因为看上她了 换言之 是移情别恋了 她觉得裴奇对她有意思 大晚上各种给裴奇发骚话 一开始裴奇想跟我说来着 但想到对方是我姐 这说出来怕我尴尬 而且我俩婚礼将近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反正我嫁给她 以后就离开了那个家 她跟我姐接触也会变少 就把事给埋下了 当给我姐一个面子 主要是出于尊重我 不想我因为不堪的姐姐 而感到难堪和自卑 但没想到 瞻云变本加厉了 自己一厢情愿 还幻想着 裴奇跟我结婚 是被我破了 我真的娶她个大傻逼 我爸妈真的把她给宠傻了 这才有了 我婚礼上她自杀那一闹 但细想一下 我也挺傻的 竟然因为瞻云发的那些聊天记录 而对裴奇产生怀疑 你爸妈也是老糊涂了 你还跟着犯傻 你弟那个不学无数的 算了 我懒得说 裴奇撇了撇嘴 接着又到 他要真想死 真跳楼 他干嘛要多此一举 搁个腕啊 直接蹦她下去 不完事了吗 还有 那伤口也太假了 用鸡血往手腕上图 真不知道她这些年怎么活的 还是大学生呢 哪个野鸡大学招的她 哦 应该是招回去凑数的 我忍住笑 捶了她一下 裴奇是第一个收到照片的人 第一眼就看出了照片里的猫腻 她火速赶到现场 一个扫堂腿直接把瞻云踹离危险边缘 瞻云可能真的疯了 抱着裴奇又哭又闹 也正常 从小被纵容过度的孩子 是啥傻事都干得出来的 把瞻云拉下来没多久 我爸妈和战成就赶到了 看着和瞻云在一起的裴奇 两人一脸欣慰 我爸还说出不用委屈自己 要面对真心 她是过来人 能理解之类的话 我妈也在一边助攻 又是诸如陈牙掌的普通 实在配不上英俊帅气的裴奇之类的 还开出条件 裴奇跟瞻云结婚她 愿意拿出三十万私房钱来 给瞻云冲嫁妆 对比给我的意思一下的八千八 瞻云的三十万的确诱人 他们满心以为裴奇是那种见色起义 建立妄议的人 但他们错估了 裴奇实在被他们吵得心烦 就扔了一句 这婚礼 没尘雅参加不行 我爸妈连连点头 对 也好死死心 裴奇贴了瞻云一眼道 叫上小甲吧 瞻云竟然慌了 说什么都不让小甲来 不过已经晚了 因为裴奇提前请了小甲 我才知道 这中间有那么多我不知道的事情 也不得不感叹一句 这个世界真小 小甲是裴奇朋友的朋友 前阵子朋友聚会上 两人认识 得知裴奇要跟我结婚 小甲告诉了裴奇一件大事 关于我爸妈当年超生 关于他跟瞻云共度粮消 瞻云事后不认 还承诺 只要他在我婚礼那天 能拦住我 以后就让我嫁给他的事 裴奇当时就冒了火 但一直忍着没法做 只是把前因后果了解了一番 原来小甲一直在追求瞻云 瞻云不答应 但又拿人当免费提款机 有次玩嗨了 两人擦枪走火 共度粮消 事后瞻云恶心小甲恶心的不行 处处躲着小甲 又想着赶紧找接盘侠 刚好那会儿我带着裴奇回家 瞻云一眼就看上了 五立直爆表的裴奇 想着裴奇长得好 又能给人安全感 跟着他 小甲肯定不敢再闹了 再者他认定了裴奇是个农村穷小子 多给点钱 加上他本身姿色 多不要脸地缠缠裴奇 他肯定心动 就死活缠着裴奇 顺带着 我爸妈也豁出去帮着他 通过小甲这层关系 裴奇了解到了 瞻云破坏我婚礼 抢夺新郎的计划 但凡瞻云有脑子一些 裴奇见色起义 建立忘义一点 我就是虐文里的女主了 但幸运在都不是 裴奇事先给我爸领导发了请帖 把能请来的都请来了 婚礼前断联的那三天 他是去脱关系 找人调查 我爸工作上失误的资料了 因为我以前曾一脸憧憬地跟他说过 希望婚礼是完整的 想要得到家人的祝福 不留遗憾 万事俱备后 他准备将计就计 让朋友蹲守在我家附近 等我出来后 一路互送到酒店 等我快到了 立马给他发消息 在接收到 我已经进入酒店的信息后 他直接拉着我爸妈对质 把资料跟我爸妈摊牌 他就撂下一句 我这辈子非尘雅不娶 但凡今天这婚结不成 你俩工作也别想要了 退休进房子福利什么的 就更别提了 说不定还要吃牢饭 我爸妈一看裴奇手里的资料 加上裴奇还把我爸领导 请来了现场 瞬间慌了 点头哈腰的答应 一定让裴奇把婚礼办好 还承诺他们一定看住詹云 在我没去之前 小贾更是当着全场人的面 单膝跪地跟詹云求婚 他拿着詹云去医院的检验报告 大喊 云云既然怀了我们的孩子 就让我负责到底吧 稀里哗啦讲了一大堆 讲得詹云发疯尖叫 讲得现场一片哗然 现场不少我爸领导 最后詹云在我爸妈的胁迫之下 以及家里亲友的注视之下 接受了小贾的求婚 现场刚安静 我就踩着点到了 至此婚礼顺利完成 那为什么不是先告诉我呢 我戳了戳裴琪的脸 多一个人知道 多亦重变数 以不变应万变 你好好说话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 你是最好的 无论发生什么 我都会毫不犹豫地 坚定地选择你 我赶紧挡住裴琪要贴上来的嘴 瞟了一眼前面的司机 刮了刮鼻梁 可那你怎么请来 我爸领导的 开玩笑 我结婚 我书能不来 我一猛 好像除了知道 陪其爸妈 在海滨城市有个烧烤摊 他家是农村的以外 我对他家的底细一无所知 一开始 他带着我回老家 我印象里就是 他老家是大山里的 山后头是大河 河边是一大片草地 草地上是成群结队的羊 他家就一普通的农村二层小楼 别无其他了 但他回到村里 村民们都对他很热情 还喊他陪小少爷 我当时就觉得 纯粹是因为 他是家里老妖 村里人打去他玩的 直到婚后 陪其带着我站上山头 指着草地上 那白花花几千只羊 说了句 嫁给我 别的没有 以后有吃不完的羊肉 烤得 涮得随你吃 我 啥意思 看不出来吗 都咱家的 我才知道 怪不得陪其爸妈 烧烤摊纸卖烤羊肉串 怪不得 他爸妈老是 背着一大堆问卷调查 愿意填表的 能免费领一串羊肉串 怪不得一个烧烤摊 还能请那么些员工看摊位 他爸妈想不去就不去 怪不得他爸妈 跟那些烧烤店的老板那么熟 他们一个个都陪总 陪总地喊 总是要说一句 陪总又做调研来了 原来 那些烧烤店的货源 都是他们加工的 这些货源 目前就在我眼前 我真是傻到家了 才以为陪其家境比我差 还打定主意 跟他过苦日子 叮叮叮 我爸妈又发信息来了 刚发完 又接着打电话 陪其直接拿过我手机按掉 度蜜月期间 不允许第三者打扰 我推开靠过来的羊头 皱了皱眉 陪其笑得无赖 羊不算 见他笑得开心 我赶紧提 陪其 他们毕竟是我爸妈 要不 陪其冷着脸 做错了事 就应该付出代价 你放心吧 顶多下岗 既大过外家没退休金 还犯不上坐牢 你家去年房子拆迁 够他们养老了 没事的 你以后只管过好自己的生活 就好了 后半辈子 快快乐乐的 不用看人脸色 不用再被人欺负 知道吗 可是 没啥可视的 怪不得他们欺负你 就因为你 总是心软 以后 要硬气一点 知道吗 你有我呢 你怕啥 对呀 只有被爱的 才有资格硬气 我看着陪其 忍不住笑了 我想 以后 我真的可以硬气一点 除了陪其 还有那整片草原的几千头羊啊 至于詹云为了不嫁给小贾 又因为 我成功嫁给了裴奇 而要死要活的 就像裴奇说的那样 他爱死不死 关于 陈雅 其实 我也应该姓湛的 我本名叫詹雅 八岁之前 我都以为自己是个孤儿 直到八岁生日那天 有一对穿着打扮 很贵气的夫妇 开着车来到外婆家 外婆指着他们 脸上带着笑 却不停抹着眼泪 她紧抱了我一会儿 才哽咽着道 爸爸妈妈终于来接我们雅儿回家了 后来 我就回到了外婆说的那个家 我妈很嫌弃地 脱掉了外婆 给我亲手缝制的衣裳 换上了她新买的衣服 我爸则是皱着眉 上下打量我 吃饭的时候 一双眼睛直勾勾盯着我 好像很不耐烦 我倒是大大咧咧 看着满桌子的好菜 眼睛直放光 我伸手要拿炸鸡腿 却被我爸狠狠落下的筷子头 打得手发烫 她一脸嫌弃 眼里满是厌恶 没规矩没教养 像个野人一样 我吓得不敢吱声 眼巴巴看着我爸妈 把鸡腿夹进我姐和我弟碗里 脸上满是疑惑 为什么他们可以用手拿 我拿就要挨打 后来才知道 因为我是不受欢迎的孩子 没人喜欢我 除了外婆 我爸妈是公职单位 那时候计划生育抓的盐 生了我姐后 他们想要个儿子凑个好字 没想到 却又生了个女儿 要想再要儿子 那他们的工作就保不住了 于是他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我过继到舅舅名下 连带着一些婴儿用品 奶粉之类的 把上在墙堡中的我 送到了外婆家 从那之后 一直到八岁 他们再也没去看过我 就好像 从来没生过我这个孩子 如果不是舅舅打电话 骂他们没良心 对亲生女儿不管不问 恐怕 他们一辈子 都不会接我回来 但不知道为什么 他们总觉得 把我从乡下接到城里 好像是对我的赏赐一般 每次给我什么东西的时候 都要高高在上说一句 陈雅 要不是我们把你接回来 你还在农村过苦日子呢 农村哪里有这个东西啊 然后詹云和战成 就会附和着 就是就是 农村你狗屁都吃不到 要不是来我们家 你还是个农村泥娃子 哪能穿那么好的衣服 有自己的房间呢 说来可笑 他们说的那个自己的房间 其实是家里的杂物间 连窗户都没有 因为爸妈的纵容 詹云和战成 更变本加厉地欺负我 詹云嫌自己房间靠街边吵闹 要我整理好的杂物间 他直接把我东西裹成一团 扔到了临街的房间 我告状告到我妈那里 他就说了句 睡哪儿不是睡 有什么好哭的 当听到詹云委屈巴巴 喊不会铺床 他就屁颠屁颠 跑去帮詹云铺好床 整理好新房间 还担心 他在没有窗户的杂物间睡不好 却莫名指着我妈 你姐那么疼你 主动把有窗户 有空调的房间让给你 你还不知足 还跑来告状 真是不识好歹 我默默摊开被詹云淋湿的被褥 无声哭泣 结果我越哭 他骂得越凶 后来詹云又说杂物间太热 要跟我挤一张床上睡觉 结果他半夜故意拖着被子去客厅睡沙发 说他要开空调 我说怕冷不让开 他热得睡不着 只能睡客厅 惹得我爸妈一阵心疼 对我一通数落 詹云就得意洋洋的站在爸妈身后 嘲讽地望着我 因为他随便扯个谎 爸妈就信了 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他们嘴里总是我们家 你来我们家 他们打心眼里 就没把我当过一家人 但一开始 我是不知道的 我一直傻乎乎地觉得 爸妈是爱我的 就像外婆说的 因为我太听话太乖 爸妈就对我关注得少了些 其实爸妈是疼我的 我一直这么认为 直到那次 看着詹云洗完澡 对着我妈撒娇说不想吹头发 我妈一脸宠溺地帮她吹 我想着 要不我也不听话 不懂事一次 要是我也湿答答出来 我妈是不是也会抱着我 坐她身边 然后一下一下抚摸我的头 帮我把头发吹干呢 等我满心欢喜地 顶着湿头发出来的时候 换来的是 我妈劈头盖脸一顿骂 骂我弄脏了 刚脱干净的地板 骂我那么大人了 洗完澡 头发还不知道吹 剔头散发往外跑 像个野人 又骂我湿答答的样子 丑得让人难受 詹云和湛成就坐沙发上笑我 越笑越大声 我爸妈也不阻止 还越骂越起劲 那天晚上 我一个人在洗手间边 吹头发边哭 也逐渐意识到 爸妈对詹云和湛成 跟对我不一样 小时候 我很不明白 我从来没想过 跟詹云争什么 而且 她也已经得到 爸妈的偏爱了 为什么 还要对抢我的东西 在爸妈面前诋毁我 乐此不疲 也不明白 父母明明对我更亏欠 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 纵容詹云和湛成 欺负我 甚至跟他们一起 以嫌弃我羞辱我为乐 后来遇到裴琪 有幸体会到了被偏爱 我才明白 因为他们不爱我 因为不爱 所以不存在亏欠 因为不爱 所以不在乎我的感受 大丛把我送去外婆家的时候 他们就把我从他们的人生 蓝图里摘除掉了 接我回家 也只是破余舅舅的责难 所以他们会打心眼里觉得 能把我从农村接回来 就是天大的赏赐 我是农村长大的 粗养一点没关系 詹云和湛成是他们 捧手心里长大的 自然要交养着 所以有好吃的 都是先紧着他们 有脏活累活 理所应当扔给我干 而我呢 一直在渴望他们爱我 因为他们没来由的贬损 看不起 嫌弃 我把自己裹在自卑里 裹在被控制的那个叫听话的木偶里 以为自己真的不如 詹云好看 觉得詹云真的比我漂亮 小时候 因为营养不良太瘦 他们骂我瘦猴子 我就拼命吃 把自己吃胖 后来长大 因为胖 他们又骂我肥猪 我又拼命减肥 我好像一直活在他们的期待里 一直渴望获得认可 祈求被爱 拼命想融入这个家 所以 我乖 我听话 我懂事 我不反抗 叫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可拼尽了权力 到后来才发现 全是徒劳 如果没有遇到裴琪 没有人跟我说 爱是相互的 它给予你更多的爱 你也要给予它更多的爱 反之 你一直在给予 它无动于衷 那就把这样的人 一脚踹开 它爱死不死 做人呢 要学会及时止损的 可能 我现在还会一再忍让 苦着自己 我想 有些事是要成熟看待的 做人要学会 及时止损 所以 后半辈子 要学会自己爱自己 也要学会 把爱给对人 好了 我们今天的故事 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的观看 希望今天分享的内容 对你有所感触 尚未订阅的朋友们 别忘了点击订阅 这样 我们可以每天陪伴你 让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一起慢慢变老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